在这个影片我们要介绍的是生物的五界分类系统 比如说在林奈的时代 林奈就是创造二明法的那个林奈 他是18世纪的人 那么在林奈的时候呢 他把地球上的生物分成动物界还有植物界两界 这个界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 生物分类阶层的界门钢木科属种的那个界 林奈呢把当时的生物分成动物界还有植物界 也就是说在当时地球上的生物不是动物就是植物 那么这样子的分类方法呢 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当然不是很完备的 我们可以想想看 比如说像戏剧 戏剧呢 它和这个植物和动物 不管在细胞的构造上 它们的这个营养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呢 只是因为细菌具有细胞B 所以在当时只有两界的情况下 细菌它就会被分类在植物界 另外像是真菌 真菌指的是什么呢 真菌指的是像我们说的会让东西发霉的霉菌 还有包括我们吃的菇类 羊菇啦香菇啦 这一类这些菇类 那这些菇类也好 黴菌也好 它们其实都没有叶氯体 也没有叶氯素 它们呢 都不能行光合作用 但是也是因为它们具有细胞B 它们不会斗 所以呢 它们一样就被分在植物界里面 那这样子的分类方式 并不算周全 所以呢 随着这个光学显微镜 越来越好 那么当时的生物学家 它们在光学显微镜下 可以看到很多单细胞的生物 所以我们才开始把动物界里面 单细胞的 或者是植物界里面 以前的藻类是被放在植物界 那么藻类有单细胞的藻类 其实有很多这个多细胞 单细胞的藻类都有 那我们把这些单细胞的动物啦 或者是藻类 都把它放到原生生物界 所以从两界生物的分类 就变成了三界 那么再接下来呢 到了1969年的时候 生物学家 我们叫做怀塔克 怀塔克呢 它根据细胞的构造 还有细胞的营养方式 还有这个生物的生活史 提出了五界的分类系统 那所谓的五界呢 除了动物界 植物界 原生生物界 那另外还加了菌物界 菌物界 它就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真菌 另外呢 还有原核生物界 这个原核生物界呢 它主要是包含了戏剧 还有另外所谓的蓝菌 在这个影片 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 生物的五界分类系统 它到底包含了蓝物界 那至于每一界生物的特征 我们在后面呢 会有专门的影片来介绍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就接下来大概的 把这五界生物 它们主要的特征 稍微做一个介绍 第一个 我们来看原核生物 原核生物 就是原核生物界 它们都是原核生物 那么剩下的另外四界 包括了原核生物 植物 菌物 还有动物 它们都是属于 增核生物 那原核生物 跟增核生物 它们最大的差别呢 在于它们细胞构造的 简单跟复杂 原核生物 它没有 没有哦 明显的细胞核 那它们的细胞的构造 都非常的简单 很多 磨状的包气 像是烟绿体 立线体 在原核生物都没有 那么原核生物的典型代表 就是我们说的细菌 还有蓝菌 那蓝菌呢 包括我们说的蓝绿菌 或者是蓝绿造 那这些生物的详细介绍 我们都会在原核生物的 这个单独的影片里面 再做比较仔细的介绍 再来我们看原生生物界 原生生物呢 它们大部分 都是单细胞 它包括了原生动物 原生植物 还有原生菌物 那么原生动物 像是一些单细胞的 这个变形虫啊 草吕虫 那么原生植物呢 最主要的 我们知道是藻类 不过藻类 有单细胞也有多细胞 再来呢 就是原生菌物 像是黏菌 还有水梅菌 那这些 都是原生生物 再来 我们介绍植物界 植物界 大部分的植物 它们呢 都有叶绿体 它们可以行光合作用 制造自己所需要的 有机养分 再来呢 植物界 通常 它们都是具有 细胞弊的 那么只有少部分的植物 它们没有叶绿体 它们是行 这个寄生的方式 的这个生活 那么再来 我们看动物界 动物界呢 都是多细胞的 那动物 它们养分 主要都是由 环境中获得 它们没有办法 像绿色植物一样 可以自己制造需要的 有机养分 那动物呢 基本上也不会有细胞弊 再来呢 我们看菌物界 菌物界 我们说 真菌啦 黴菌 它们都有细胞弊 但是它们全部 都没有叶绿素 没有叶绿体 所以 它们呢 和动物一样 要从环境中 来获得养分 好 我们透过这个影片 简单的 介绍了 生物的五界 那 每一界生物的详细特征 我们之后 还会有影片来介绍 那么